哈喽大家好 昨天我们跟Jerry吃了火鸡 今天我们去乡下 我带他去见识一下我们富盛豆花 传统做法 用石墨来推 现在我们到了福盛江家里面 Jerry也到了 这是吃豆对吧 这个是我们放盐叫红烧 我吃过红薯 在美国我们有 好 走我们做豆花吧 好 可以可以 甚至怎么做这样的 对 这个叫做墨盘 推豆浆 豆花都可以用这个来推 把那个豆子磨碎 边磨的时候边加水 它下面下来的就是那个生的豆浆 对 就装到这个桶里面 那他们现在用这样吗 我推不出来 我来 我喜欢 不起门 持着一下 容易你不会坐 他不会講 他不会 脑子 好 富贲 的 这 还是有一点 贴 厚 做 远 鱼 太一般般 我覺得我可以說比你好 你來 你來 所以這個需要兩個人做 對 一個人推一個人夾豆子 要有一種默契 對 對啊 你會做嗎 我當然會做 來我來燒火 我們等多久 要40分鐘左右 40分鐘 對 我沒有這麼大的鍋 哈哈 那我知道為什麼要40分鐘 Jerry有沒有燒過這個燥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20分鐘後 把豆漿 蛋水用來一口 點點點的點子 就成了豆花了 這個東西就是用來 這個湯汁燒開了 把這個豆渣滴出來 豆渣滴出來 豆渣滴出來的那個湯 在下面可以把它燒開來加白糖 就叫做豆漿 上面是豆渣 底下裡的是薑 起司是差不多一樣的 下一次我們可以一起走起司 真的我可以 我可以講你怎麼說起司 好的 我們可以在家裡出去走 可以吃嗎 可以吃 來 這是豆腐皮嗎 很香 拿著嗎 不必吃這麼多 可以吃 怎麼樣 可以好吃 我來我來 我來 好 因為這個裡面還殘留一些 那個豆漿的水 我們把它擠出來 來接著喝一下這個原味的豆漿 這個是沒有加糖的 而且非常純這個豆漿 這個叫做蛋白質凝固劑 我們這裡叫蛋水 就是加完這個進去 因為豆漿它是蛋白質含量比較高 嗯 讓這個蛋白質沈澱起來 你看這個豆花 OK 我看了 就成了 就成了豆花了 這還就 豆花是介於豆腐和豆腐腦之間的東西 它既不是豆腐又不是豆腐腦 它比豆腐腦要稍微老一點點 但是比豆腐要嫩很多 吃過我們這個土豆裡面烤的紅薯嗎 我可以吃 我們把它放到這個裡面去 把它燒一會兒 把它蓋起來烤好 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燒這個吃了 把多餘的水去掉 然後再稍微擠壓一下讓它成形 就變成了我們的豆花 如果不擠壓的話它不成形 就是碎碎散散的 這個就是我們富士豆花的特色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對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他幫我很多 他教我們做的 謝謝你 行了 不用謝不用謝 這個是貨香 它學名叫貨香 在我們這裡叫魚香 在我們本地做魚非常喜歡這個味道 這個是本地的小香蔥 這個是我們本土的七辛椒 大蒜 還有我們這個青花椒 這個青花椒是我們本地的青花椒 這個很麻是嗎 我記得你已經吃過這個嗎 我吃過 我們上一次被麻酷了 對 我們再加一些我們自己調的蘸料 對 最後調成一個蘸碟 最正宗的還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可能跟外面的豆花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這邊吃豆花的話必須加這個 不加這個的話就不正宗了 現在我們來切一點蘸料 你能吃辣的我知道 然後我給你多準備一些 哎呀這個豆子好冷 嗯吃勁 吃勁雙的 可以這個豆花才雙度吃勁的是 咱們Jerry開飯咯 哦好吃 這個豆花真是香的 好Jerry開飯咯 好用這個來嚐 我給你嚐 謝謝 沒有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這個 這個 對 哇這塊大 給自己弄了一塊大的 那個蘸料非常非常辣 非常非常辣 不辣 這樣吃就不辣了 這樣吃就不辣了 這樣就可以吃了 謝謝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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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你吃我都忍不住了 哦我明白 我剛才吃的 我剛才吃的 一個蒜 不要吃 這個湯好喝 這個叫甜湯 我們這個叫鎮子粒米飯 豆花飯 哦就是 我們吃這個豆花 就是這邊夾一點 夾一點豆花到這個飯裡面 然後夾點這個調料 放到這個上面 然後這樣吃一塊 我喜歡這個口感吃 豆腐和米飯在一起 米飯比較硬 那個豆花比較軟 就在一起很好吃 吃這個豆花飯的話 我可以吃三碗飯 但是我吃的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吃 嗯 我們吃完這個 我們剛才撈的那個豆漿 嗯 待會兒去下面餵魚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吃一塊 現在給魚吃的 餵魚 餵魚 哦 好哦 试一下 一二三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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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差不多 差不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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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你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